是的,这是我的家,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很开心的构造,可以感受到山间劝来的微风 淋漓传来的鸟叫 唯有外面世界的喧嚣,被间隔在外 早时候开了城里的房子,钢筋水泥,大理石地板,落地窗 成了我对房子最美好的憧憬 于是我回来了 其实这老房子并不需要我 这个连点弹都挑不起的黄毛角色 但是我需要它 需要老房子里的年纪,需要逃离城市 停止漂流,回到旁观 这次翻新其实只是被刷了前面 救救如救是我的初衷 我没有敲掉红地砖,没有砸掉二楼的木梁,墨地板 我想修起一个蓝普贵中的房子 让它便回到个温馨简单的家 这是我最苦俗的欲望 那天在阿嬷卖着樊梯的步伐上楼 这楼梯的地端显得无異 大坡对于若灰,虫害 我深知这房子也像越老人 需要有人好好地照顾和打理 为了解决阿嬷上楼梯困难的问题 我决定给她加一个扶手 我从来不是一个行动的行家 我的改造有点笨拙,但是很快乐 改造这个土楼是一时的热血 但是让房子活下去,才是我往后余生 日日夜夜需要去经营了 楼梯下掉灰严重,我们就不打算放储物柜了 造一个井,把绿色带回家里 有朋友说我的房子倒得像一个民宿 这当然是个夸奖 不过,我更想的是守住这些土墙和木头 我把房间的阁楼给砸了 老房子从有一段时间没人居住 在漏雨和堂害的影响下 阁楼的沙漠板都烂了 我们从对老房子的任务无想负借 他真像前程的一瞬间,他发生了割裂 看着他的衰败,我不甘愿 我考虑过很多掉顶的方式 最后还是决定处理他 已经波折,终于找到了这种沙漠板 我很高兴,我仿佛看到阁楼斩金的模样 我曾以为改造老房是一道五轮题 充满情怀,没想到还是数学题和物理题 即使木材尺寸,减少缝隙 外发的方向撒鞋,避免木板的热胀萌缩 产生松动,并这些木板的时候 我闻到这浓厚的樟木香,是耳屎的味道 村里人问我,年轻人在这土房子里怎么待得下去 我想,若许是因为回到这里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我爱的物件 我爱的家人,我应该把它传承下去 以前我爸出于合音的考虑 给奥楼的木地板又换上了学名 现在看起来十分的突兀 所以我决定在上面重新扑上木地板 清理沙石,避免防潮就损坏 扑上防潮变子,到这一步 一切都还显得非常的顺利 你真的把扑木地板想得太简单了 墙角没有不平,不受力点 扣板很难敲进去 地板不平,总有木板拱起 我看着一个个木板扣不进去 逐渐暴躁起来 阿嬷和我说,别急,慢慢来 对了,不能急 想想自己改造老房 就希望我的孙学和夫妇们回到老家的时候 不是在这破坏的老房子里感慨 岁月的神偷,继续不已 而是和阿嬷在这温暖的房屋里 把家里的温暖打包 要来打电的时候,愿意继续涌散的情境 刚才这些美好的画面 心里继续平静下来 在墓地板上抱的家常 这是我家的内营院 我在黑板上写过我的未来的畅想 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 黑板渐渐脱落 海蟹和杂草开始在墙面叙碎着这房子的落寞 写满了整面情的故事 我不是要说起我在故乡生存的乡丑 这不像我 我要让这个院子重新焕发生机 拔掉杂草,拔去材蟹 洗干净墙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改造老房对我来说 变成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不过,我很确定 小时候我在黑板上一定有写过 我要把它砸了 并对这房子独作非为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房子最后会被我改造成什么样子 但是不去追究了 这不重要 想得再多不如坐下去 打扮得漂亮亮 是我对她最好的告白 我们都明白了 彩造不是K番 而是维护 不是重建 而是珍藏 我问阿嬷 我没有工程研究 没有衣服很僵 她会不会失望 她说 如果阿生要外出打拼 她一定给予最大的支持 如果阿生想要留在这里 她一定为我敞开怀抱 因为 这是我们的家 是的 这里是陶陶的家 运收现在很流行这种拱形的门框 我在20年前就拥有了它 小时候 我总炒着药商卫生间的露台玩 阿公阿嬷就见了她 后来我在露台种了花 阿嬷在露台种了葱蒜 日子快乐又无忧 我决定继续进行我的小面感造计划 把楼梯间变成花空间 阿嬷最近总夸我 刚开始 我刷墙的时候 一直在演绎 烂泥腹不上墙 现在已经可以做一个小师傅了 我知道了425的水泥 比325的水泥更坚固 晓得了原来漆 还分面墙漆和外墙漆 我用我折劣的手艺 翻新着这座房子 不再镇炼城市的霓虹灯 不再追求空调房里的凉爽 看水尽湿我全身的时候 我想起下不厌热这个词 这是祖辈在农村 碎碎年年经历的 大山里的生活 也许这房子确实是破砖破瓦 但这是祖辈为了我们 反免生息而建起来的房子 它注立在大山中 成了大山中的一部分 农村里也可以厌藏的浪漫 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把这些花送给阿嬷 因为阿嬷笑起来 和花儿一样 泰烂 那是浴室的房顶 小时候 阿公为了让我们也享受到的浴 藏在屋顶放一个打孔的水缸 把热水停到下面的浴室 这种待遇 让儿时车里的小伙伴羡慕不已 阿公走了 可我忘不了 小时候 为了让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 能冲上澡 阿迪的热水上上下下的日子 现在这座房子里 只剩下我和阿嬷 我从一开始的不敢提起阿公 到后来和阿嬷经常在闲凉中 说起他 我想 我们不应该因为害怕自己难过 而不去想他 我们应该用温馨的方式思念离开我们的人 这样 他在远方也会感受到温暖 阿公你知道吗 今年家里的麻损说成很好 我爸按照你的指导 今年来了一场大丰收 我和阿嬷在家里 也一切都很好 阿嬷经常知道我怎么施工 他说 这是年轻的时候 您教给他的 我做的一定没有很好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成为您这样优秀的人 山里的秋天又要来了 阿嬷说 以后可以在这里 看夕阳 你盛开的花朵 就是我送给阿嬷的礼物 这场无彩斑斓的浪漫 在大山的绿野中 显得微不得道 浪漫 在过去的农村 好像是一个羞于提起的字眼 它不切实际 填不饱肚子 不过我不管 我要为阿嬷造一个 关于小女孩的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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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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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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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